在外国最大视频网站YouTube上 有一位名叫Okashu的韩国视频博主 发布了一条名为 中国人居然扔掉西瓜皮 因为贵连西瓜都买不起的韩国人 看到中国人奢侈的消费西瓜 感到愤怒的视频 紧接着他在视频中说道 在中国网上经常出现 韩国人太穷了 只有节假日才吃得起肉 韩国人太穷了 买不起水果这样的说法 把吃肉论和吃水果论作为素材 尽管有许多中国游客反映 韩国物价虽然昂贵 但韩国人的收入水平也不至于买不起 然而这些说法依旧广为流传 让部分中国网民产生了一种优越感 每年夏天到来 总会不负众望的 再次出现西瓜论的新内容 不知从哪里开始 一些新鲜有趣的故事 在网上广为流传很受欢迎 说一位韩国博主 看到中国人吃完西瓜后 直接把瓜皮扔掉 感到非常惊讶 因为在韩国西瓜价格非常昂贵 是很多人视为宝贝的水果 连皮都会腌着吃 他总结说 这都是中国网民 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 都是在自嗨 说他们韩国人收入 比中国人高太多了 西瓜对他们来说不算什么 他们也从不吃西瓜皮 这些都是谣言 不吃西瓜皮 这都是谁在吃呢 他还阴阳怪气的 读了一些中国网友的搞笑评论 这可了得把韩国网友看后气坏了 集体破大方了 纷纷进行了反驳 韩国网友 FL评论道 我不买西瓜 不是因为它贵 而是因为它重 韩国网友WD评论道 韩国人不是因为西瓜贵而不吃 而是因为它很难吃 好家伙 韩国网友 Didor D评论道 中国人吃的西瓜 不是真正的西瓜 而是咸西瓜 韩国网友 WL评论道 即使给我中国的西瓜 我也不吃 韩国网友 BizQuality评论道 西瓜本来是在贫穷国家才吃的水果 富裕的国家都是葡萄 以葡萄文明的国家是 法国 德国 意大利 韩国 美国 澳大利亚 然后治理出口葡萄 韩国网友 Peace Everywhere评论道 为什么对西瓜这么执着 跟韩国比较 能拿出手的只有西瓜吗 中国网友家军随 回复道 韩国饮食中 有什么套菜 剩饭锅 在中国 中国网友李珍丽回复道 连西瓜皮都吃 其实没什么可说的 有道理 韩国网友 CM评论道 在法国 美国和英国 也有使用西瓜皮 烹饪的例子 而且因为西瓜皮 本身就含有营养成分 比起丢掉 不如通过烹饪 把它做成能吃的料理 国外专家说 这是减少食物垃圾的好方法 中国网友 XD评论道 如果你们那西瓜 也那么便宜 我猜你就不会这么说了 韩国网友 My Marge 回答道 我妈妈曾经把西瓜 做成了凉拌菜 我只吃过一次 韩国网友 XD评论道 我个人喜欢喝 西瓜大酱汤 用西瓜皮 做的大酱汤 真的很爽口 有西瓜的香味 很好喝 韩国网友 SF评论道 因为喜欢吃酸的 所以我会吃西瓜皮 和用它腌制的泡菜 味道酸酸的 很好吃 这些腌制食品 不仅美味 而且作为额外的小吃提供 它们也是良好的 膳食纤维的来源 中国网友 永志周评论道 西瓜皮不是给猪吃的吗 韩国网友 YTW评论道 我们执着于半导体 寒流 汽车 显示器 钢铁这些东西 它们为什么那么执着于 西瓜和肉呢 呵呵 韩国网友 Daniel June 既然你这么认为 那就拜托你 绝对不要来韩国 紧接着中国网友 连开羊怼道 去韩国吃你们的 破辣白菜吗 还是吃你们的干水锅 韩国网友 Daniel June 回复道 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要对话 就请使用人类的语言 中国网友 GH回复道 你们韩国人 以前就是用的 中国的汉字 你在说什么呢 韩国网友 Sky Blue 评论道 不过看来 中国似乎 并没有进口 韩国的草莓 阳光玫瑰 葡萄 和韩国梨等 要不是这样 中国人怎么会认为 韩国人把西瓜 当成是高级水果呢 韩国网友 CT评论道 你真的觉得太贵了 买不起吗 不是买不起 是因为太大了 所以才不买 家家户户 都没有什么人 买这么大的东西 我吃不到一半 就只能丢掉 中国网友 at you 回复道 因为在中国 这个价格 吃不完丢掉 也不可惜 当然没人会浪费 剩下的西瓜 韩国网友 logan park 回答道 我一生都没关心过 其他国家的人 在吃什么 那个国家 可能还没有解决 温饱问题吗 所以只有穷人 才会在意吃肉 还是吃西瓜 这种事情吗 中国网友KV 回复道 我一辈子都想象不到 居然有人 会为了个泡菜 属于哪个国家 挣到面红耳吃 看得我都无语了 孤望今来 无论在哪个朝代 哪怕是鸡贫鸡肉的时候 泡菜在中国 都是上不得台面的东西 有客人来了 你把泡菜 拿出来招待客人 客人会觉得 你看不起他 在饭店 都属于点菜的赠品 放一边 谁爱吃 谁吃的东西 韩国网友Yukun评论道 中国人什么都吃 怎么会把西瓜皮扔掉呢 中国网友连开羊 回复道 西瓜皮给狗都不吃 韩国网友DL评论道 生活多么困难 才总是拿食物说话 西瓜切开来卖 是因为独居的人很多 所以才会这样做 一个人吃一整颗西瓜太多了 在中国 因为生活水平较低 所以人们通常和家人 一起生活 但韩国并不是这样的 谁能救救我呀 好了 如果是你 你会如何回复 这些韩国网友呢 留言评论告诉一姐 关注一姐 我们下期见 拜拜